蔡總統的民主夥伴共融之旅 在這個時候紐約之後 過境行程就來到了瓜地馬拉共和國 經過五個小時飛行已經抵達了 好你可以看到在瓜國這邊呢 再是一個軍禮的歡迎 同時是個高規格的接待 那麼在這個總統 假賣代總統也進行了會談 同時我們來看到 蔡總統今天準備來跟大家好 來這個跟僑借啦 還有在這個同仁來查詢 並且要告訴大家 台灣走向世界的腳步不會停止 那也提到當中國呢 對台軍演瓜地馬拉挺身 為台灣仗義直言 在各國際場合 你可以看到這一位就是假賣代總統 也透過了致函來發言 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 困難中伸出了援手 他說瓜地馬拉是真正的朋友 好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瓜地馬拉總統也向蔡總統 表達了欽佩 肯定之意 而且他說對瓜國來說 台灣是唯一且真正的中國 好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次 過境之後來到了瓜地馬拉 在這邊接受個高規格的接待 不過事實上可以看到在這個 包含了蔡總統 包含了馬前總統 好現在兩個人呢 一個在大陸 一個現在在瓜地馬拉 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各篇幅的報導 還有大家看中這個焦點的熱度都不太一樣 我們先請教永平姐 當然呢這個兩個時程是同樣一個時間呢 它的媒體的效果啦被報導的篇幅啦 甚至可能會有的效益啦影響力呢 顯然會成為台灣主要觀察的一個目標 那麼台灣會觀察這個事情呢 也在看說馬英九去大陸 還有蔡英文去美國的行程 會不會某種程度改變台灣現在的政治格局 而這個問題呢 其實也是外媒關切的目標 因為很顯然的現在 這個蔡英文跟民進黨所代表的 一個抗中保台的路線 跟馬英九和國民黨藍營 就是菲律陣營呢 所主張的抗中保台的這個路線呢 很明顯的在這一趟 不管它是基於碰巧 還是某些人有意為之呢 就是在完全同時的這個行程 不僅在台灣 而且國際都在看呢 就形成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 不過就這一點來講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媒體呢 本來就有一個滿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台灣的媒體 就是說你在即使是重要的人物 甚至於像國際元首出訪 這種在一般來說 可能外這個國際上 都會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新聞的情形下面 可是台灣的媒體 向來對如果它裡面沒有爆點 沒有意外 沒有令人驚喜的部分呢 其實台灣媒體願意給 這個總統的出訪 特別是像這種邦交國 大家覺得比較例行性的呢 其實大家不會給予很多的關注 對 這個篇幅就 篇幅不會 篇幅不會 篇幅呢它可能少於 像之前那個沸沸的逃脫 到最後 版面還更小 對 一定更小的嘛 因為那個廢廢的那個奇幻之旅 然後到最後它竟然死了 我覺得這種事情 其實對台灣的那個民眾的心情 真的是 你真的就像看一個戲劇這樣子 你心情被它牽動了走 然後最後真的非常的難過 那麼所以也難怪 就有外媒覺得很奇怪 說為什麼蔡英文出訪 怎麼報導的新聞 是不是她刻意要低調 為什麼連什麼中央社這個都比沸沸的新聞還要少 那說實在的我覺得總統府有沒有一個低調的指示 我相信沒有 可是這個是台灣的特性 因為台灣的特性大家其實常常在講嘛 連丟掉了一條狗的新聞可能都比某一些政治人物在很認真的發表 他的政策白皮書的篇幅還要重 那就是台灣媒體的一種特性 但是呢 外媒也同時觀察到了 反而是馬英九這次去中國大陸 不只台灣的媒體報導 連台灣的媒體還去引用中國大陸的官方媒體 那報導的篇幅長度跟關注性顯然很明顯比較高 那這一點我覺得也很容易理解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同文同宗 而且馬英九這次的是這個記主掃墓 而且去看很多歷史現場之旅 那這種過程呢 跟台灣的一般民眾呢 他有他可以有情感的連結 可以有共鳴 可以有一種同理心 可是蔡英文的這個出房呢 因為蔡英文本身是一個很冷冰冰型的人物 那他的這個出房 再加上他這次去紐約呢 顯然待會兒我們可能會談到 他顯然不如預期了 就他去紐約的這個行程啊 有點受到這個一定程度的 不要說打壓好了 我覺得這個字有點難聽 就一定程度的壓抑 好像有點被限制了一滴心 對 就是他可能 可能從蔡英文心理的角度會覺得有點鬱阻 比如說他本來想見的 蓬佩奧沒有出現 然後他比如說一個僑借晚宴 照說這一次民主黨呢 他跟拜登的關係 他給這個拜登政府這麼多的面子 可是呢顯然民主黨在紐約方面的重要人物 紐約市長 紐約州長都沒有出現 那這些事情包含我覺得連蔡英文在紐約的演講的請檢 都不講他 名字都不提他 講說非常特殊的貴賓 我覺得像所有他遭到的這種待遇 我覺得可能本來總統府並沒有意思要這麼低調處理新聞 可是又遭遇到這些算是挫折吧 那他更不希望台灣媒體大幅報導 我覺得這些部分呢應該是互相有影響的 是 好 我們可以看到 所以這一回呢是刻意的低調還是不得不呢 我們看到這一回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中方態度48小時之內 連發了四次的警告 那麼同時原本這個簡報也取消了 那麼同時要來見的這個蓬佩奧也取消 所以大家就在看到底是刻意的低調 還是沒有辦法只能夠這樣呢 其實這一次的過境美國照理說 應該蔡總統她是訪問邦交國為主 過境應該是為福 但是呢民意人都知道 其實某一個程度這個去訪問邦交國呢 其實是一個這個就是順帶的啦 所以我覺得我們去瓜地馬拉貝里斯 說實在我們中南美洲也只剩下這兩個邦交國了 蔡英文是真心為了去這兩個邦交國嗎 當然不是啊 不用騙了 蔡英文在這一次她覺得她卸任之前去美國過境 那麼事實上她其實在追求一個所謂的歷史定位 因為她一直在其實一直在強調或吹噓的就說 在她任內台美關係是最好 堅若盤石等等 那所以她當然會希望這次過境美國是風風光光的 但是現在看起來會遇到一些亂流 這個亂流就說其實我必須講她的過境的規格 並不是特別的低 你跟過去的幾任總統去過境美國的規格來講 她並沒有特別低 因為還是讓她在紐約先進然後洛杉磯出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事實上是因為她想要太表現出台美關係之好 對於蔡英文的特殊的規格待遇 結果呢當然一定會有亂流 而這個亂流就是來自於 其實美國還是會在乎是自己的利益啊 所以尤其在這個蘇利文跟王毅通過電話之後 就是在她去沒有多久之前 就是今天是4月1號嘛 就上個月的24號 對 那所以兩個人都有電話 對 你想這兩位 難道不會去討論蔡英文過境美國 可能會對中美帶來的一些衝擊嗎 所以美國當然要做一些所謂的危機管控 那所以之前所傳達出來的一些這個行程 就開始有一些變動 這裡面包含她第一場的僑驗 當時就對外說會有美國的政要 結果在地的紐約市長 紐約州長都沒有出現 那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好像之前跟之前期待有落差哦 然後再加上龐佩奧 他在下飛機之前然後釋出給媒體 那大家本來想龐佩奧是前國務卿 那應該可以見到龐佩奧吧 而且他是反中的大將 結果呢 他還是沒有見到 那個龐佩奧沒有去 所以大家就說 又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覺得龐佩奧倒無所謂啦 因為他現在已經卸任 倒是他原來對外一直釋出一個訊息 就是說在洛杉磯的時候呢 會到雷根圖書館去演講 那這一點大家也很重視 因為到洛杉磯大概有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去這個雷根圖書館演講 另外一個就是會去見那個麥卡錫 那結果呢現在雷根圖書館演講可能沒有了 大家就趕快去問 總統府說哎呀這個當時都是媒體的意測 可是問題是你們為什麼讓媒體意測這麼多天啊 因為當時釋出這個訊息 總統府外交部並沒有在第一時間說沒有沒有大家不要亂講對不對 對有很多我們因為大家就說馬英九當時就說要客隨主便嘛 你不要為這個主人帶來一些困擾 就是說明明沒有的事情或者正在安排的事情 因為曝光而見光死 外交上常常是這樣子 可是你沒有啊 你看大家發佈他這個行程發佈了好多天 突然說可能取消 然後又說這都是你們媒體亂寫啦 我沒有講奇怪我真的不相信 媒體自己會憑空伸出一個這樣的行程 好 連續這個事情就開始 又出現 連見麥卡錫會不會真的見到 現在可能有變數 對 都說有變數 大家想想看 如果最後麥卡錫沒有見到 蔡英文是不是有點灰頭土臉 我本來是覺得說你這一趟其實並不會變成灰頭土臉 就是因為你太吹吸需這一趟的行程的安排 要凸顯 美國對你的高規格 所以你很高調 在高調的過程裡面 結果我就說遇到亂流 那開始就突然 這些訊息就不停的出來 而且我覺得他之前就沒有發現 其實美國的一些媒體 開始釋出一些美國政府 擔心這次蔡英文 這個過境美國 會出現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其實包含華爾街日報 跟華盛頓郵報 陸陸續續都有這樣的訊息出來 你覺得這個訊息是誰放的 當然是拜登政府去放的啊 對不對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行程開始取消 那是人家給你穿小鞋呢 還是你之前把這些行程吹噓的太滿 或者根本不應該提前的公布 最後讓他見光死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可以看到 大家常講說一個馬英九 一個蔡英文是雙英尬場 有沒有雙英尬場 那這次馬英九待會兒我們會提到 因為馬英九這一次的聲量變得非常非常高 那當然我必須講 裡面有一些他們繼續去批評他的地方 但是今天他記組的時候 他又兩次提到 他當上中華民國總統 就是說他來來回回這 大概有已經第六天的行程 他已經講了很多次的 包含中華民國前總統 中華民國總統 中華民國 請問一下台派獨拜教授 你們現在趕快去訂車吧 對不對 你們趕快去訂 因為他講了很多次啊 你們他講了很多次 你們可不可以說到做到呢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 或外交部是不是想要跟馬英九尬場 所以釋出了這麼多訊息 結果呢現在 我真的是覺得有點糗到了啦 那熟令之之呢 其實你一定要說是 中國對你的打壓嗎 那你為什麼要變成這個樣子 最後美國其實 美國還是在乎自己的利益 那其結果還是證明一件事啦 不管是蔡英文也好 或者台灣也好 在美國人眼裡 最後都還是棋子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來購買 這裡呢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